这里是有你爱音乐 把大乡放进冰箱 一共需要散步 我们大天朝养成戏团体 能从默默无闻 都占据一席之地 也跨越了三个阶段 从房间无姓名 到三小只横空出世 从侧幕一带 到花月潭 层出不穷遍地 开花 今天小编就来分阶段 说一说养成爱豆体系 到底是如何发展至此的呢 中式养成三部曲 之第二阶段 实力派男团养成路 代表Boy Story 出道时间 2018年9月21日 经纪公司 北京新生娱乐有限公司 经过TFBOYS的大成功 谁人都想要分得一杯羹 为TFBOYS 创作过青春修炼手册 宠爱等多首大热单曲的 制作人刘家 和TFBOYS幕后功臣 黄瑞腰感应 五毛而合自立门户 都来搞2.5次元偶像 刘家带着12星秀企划 元首人气漫画家 幽灵馒头 以漫画形式出道 写了一首又一首 短视频神曲 却欲歌红人不红 黄瑞那边画着漫画 一言一言议设 带着1727三起声 却仍不及少年初涨成 选秀出道更圈粉 日系男学韩系出招 JYP看着老马SM Rockies 岂不尚可 自己飞到中国 参加怪叔叔来了 发掘大天朝小孩 组位成年爱豆组 Boy Story 秘密训练一年 就已不输成年爱豆的 业务能力 精准定位 HIPHOP男团不断发力 专注运营男团录 2017年南谷出道至今 已经发表了15首单曲 开启中国泰国韩国 等多地录影模式 举办4场showcase 3场国内打歌舞台 更是凭借出色的舞台表现力 成为游泥月榜样第五期 MD8期直播点赞一位 2019 Boy Story 更是开启 养成系爱豆2.0 Growing Project 六位成员平均年龄14岁 便开始接受词曲创作学习 发表自作曲习作集 I U V旭 一口气带来五首歌曲 也足以让养成粉丝 成就感满满 底气十足 其后更是发表公益原创曲 Change 用自己的影响力 引导粉丝 而从游泥月榜 及于TME四大平台 QQ音乐 酷狗音乐 酷我音乐 全民KK的用户数据可看 2020年的Boy Story 叫2019年初到初期 由男性听众占比五成多 成长为女性听众占比五成多 吸引了更多云养儿的妈妈粉 而从年龄层分布来看 23至30岁的进入职场的成熟听众 仍为主力 但是与难过年龄相仿的 童年龄段听众有所增长 新时代的童年偶像 指日可待 尽管国内的少年团不少 但是Boy Story的出现 依旧让人眼前一亮 在少年团中 很少看到触及HIPHOP领域的 而他们在HIPHOP领域 并非浅长遮掷 而是切切实实地推出专辑 来宣告自己对音乐热爱的态度 今年发表的 自作曲练习专辑 旭的发展潜力很大 他们用音乐实现了概念表达 不仅有少年的成长 还有少年的喜度哀乐 等充沛的情绪 对人比较喜欢第二首歌 如果编曲里的电吉他 作为爱豆的舞蹈才华 更是优秀 挑战72小时自编舞蹈Baby 也是让无数老母亲 惊艳到流下眼泪 翻跳韩国男团70的刀群舞 一人分身2.16人 动作还能轻双有力 张持有度 此外 由诗歌王佳尔打造的Too Busy 更是让Boy Story 迸发出新的火花 成年与未成年的碰撞 依旧可以相得以章 从游泥音乐榜 其余TME四大平台 QQ音乐 酷狗音乐 酷文音乐 全民K歌的用户数据可看 Too Busy 为南谷和王佳尔 都吸引到了更多听众的青睐 同时也为双方都拉动了 更多22岁以下年轻化 Z时代学生群体听众的喜爱 有着鲜明态度和个性的Boy Story 打破了国内养成市场上 从零开始一步一脚印的传统模式 就像他们各种所说的 当你们还在避风港里享福 我们已经离开了父母在吃苦 超高强度的练习 成就突出的业务能力 与与日俱进的才华 令各位老母亲们入坑躺平再难出 如此这般的小小少年们 实在是未来可期 期待他们打破 爱豆只能去演戏 唱不跳舞台都没戏的现状 为我们带来更多惊艳的现场吧 Oh my gosh 不停的奔跑不止疲惫 Oh my gosh 追随梦想散发的机会